好 接著到下一套了 哇 萬眾期待這套東西 為什麼這套會是動畫版的? 不可以開玩笑這套 但我有個問題 遊戲化動畫 你有看到好看過嗎?有多好 我不計算你那些Personant 4 不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遊戲動畫化會做呢? 因為原本遊戲是一件很好的作品 動畫化有各種各樣原因做不好 但這套本來遊戲在負名之下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這麼負名的動畫呢? 應該挺難的 但你好知挑戰下限是沒有底限的 其實你要明白作為日本角色扮演遊戲當中 歷史上一件重要事件 可以多到一個名詞爭之中間的話 老實說這套東西 你沒有玩過的遊戲 你也想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什麼啊 二手片不收啊 可以啊 七十多人吃本飯都不行啊 接著我們要講的當然是這個傳奇系列的作品 二十周年紀念作 尤其是今年和上年 上年就有這件事 今年當然是畫師問題 那些東西就沒有關係 但是這套作品的話題性 都是來自於它一種叫做 和這個傳奇系列的主題不符引起的話題性 其實不要說傳奇系列 我當我沒有玩以前的幾集 我只是看動畫開始的幾集 他們天族和人族的所謂的傳說 導師的傳說 然後再看回真知中間 Viki說的話 我覺得你這樣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看這些東西 我黑的話 我是不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是先黑了它 它是由於這套東西是要你所謂黑的精髓 所以什麼就是你看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到一些契技 而那些契技真的會實現的 這樣才夠黑 這套東西遊戲來說 的確是一個代表作 所有東西都是什麼呢 無心之失的對白 但是你演繹出來這句話是很有問題的 但anyway 未播到 我們先不說 好像紅毛女一樣 最後結果 你看要怎樣做 你應該說re-life的笑容 基本上你說頭三集 現在動畫那裡 其實它展示了的 其實是這個世界的危機 以及拯救這個世界危機的方法 還有就是一些背景設定的東西 我有玩遊戲的 我可以這樣說 三集來說 其實那個套路和拿鏈 我覺得是不錯的 以為你不要管最終的結局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件事太先入為主 而你看到的角色 他們的無論性格或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暫時的%是OK的 尤其是當然是我們的真知重鑑 尤其是女主角 尤其是公主 是的 她現在的確是女主角 暫時你先說 現在就是女主角 艾莉莎這個角色 作為一個黃女 和她需要她要面對的問題 和她想解決問題 其實會看到她的性格 和她做事的方式 有問題是去調查 然後我相信這個導師的傳說 我相信 因為我不是沒有試過 我現在能力上限 我真的找不到 我認為導師是穿各界的方法 然後她去做 OK 有行動力我覺得OK 所以其實故事到 暫時 三代表現了 就是天族的種族 和人類之間 暫時沒有很大的差別 暫時你都不知道 為何人類會看不到天族 在動畫的視角內 為何艾莎會看不到天族 但男主角有些特殊 男主角也是人類 阿斯陸也是人類 但人類她可以看到 她現在還未說得完全 整件事的設定很清晰 為何一個看到 一個看不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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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奇怪的人 我可以說 三集裡面 現在是卡錫 她拋個球出來 答問題 你會期待之後解釋 我不會覺得她沒有解釋 現在三集裡面 她沒有做了一些 跟那個設定很挑戰 或者說了 不解釋 她一直都是圍繞著 就是導師 這個傳說 和天族這個傳說 去走 故事在動畫上 是順利的 至少就是 我們真的一步步去看 這個故事如何發展 屎雷和艾莎 究竟當中 他們會在旅途上發生什麼事 但我想打一打斷 我只是看第一集 暫時感覺不太好 但我有一個問題 我第一集看到 她很強調一件事 就叫聖劍制 比導師多 所以我就想好奇 她之後聖劍制 是不是真的會搞的呢 有 第三集會說 我們國家要搞聖劍制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過來 那我就想到 她就來了一條村 她好像拔到劍制是導師 總之就是阿濕王的 典型 由哥到聯想 你至少知道她是做什麼 還是 她至少沒有做到一個很悶的感覺 給我 就是你和過往的魔法戰爭類型的作品 她沒有做到一個很… 離地 你唯一解釋得不是很清晰 就是一開始暗殺艾莎 究竟是為什麼 因為她三集之後都沒有再說過 你可以想到 剛才我們說的 其他什麼中義作品 什麼魔法作品 男主角和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 這次這件事她是王女 即是可能國家面她的權力 她身份比較高 她有人暗殺她也很正常 還有很有趣的 你看到第一集那個議會 只有王女坐在那裡 沒有國和母那些 總之你這樣說 她身在王女 她不是普通老人夾月餅 有人暗殺她 她牽涉到世界上的大事件 覺得是OK的 有說服力也是 可以的 可以這樣說 三集來說 因為這一套作品的 開頭其實真的沒有問題 我只是這樣說 開頭真的沒有問題 說清楚一點 她整套作品開頭真的沒有問題 所以在動畫裡面 我都說她只是如實反映 就是故事 原作遊戲裡面的一些橋段 她做一些拆減篩選的東西 去放回去 暫時來說 我覺得是鋪排得不差的 那些人是看後面的 現在那些人留意的地方 在於其實是 報竭 她好像說到 我看到很多人 一起冒險 一起戰鬥 這件事就涉及到 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 什麼叫真之中間的話 不妨打這個字 進去Google裡面 會滿足你所有的願望 什麼叫做真之中間 馬場所有發言的記錄都有 對 對 這件事 根本上 那些人的雀眼點 無論你看過 玩過沒有 聽過真之中間沒有 這件事 的重點都是在於 有些人說 這件事會有些很爆的東西 但不知道第幾集 究竟會不會扭轉 其實現在那些人 已經不再理會這套 的橋段 有沒有山減 這些已經不再重要了 究竟這套作品 是為了令將遊戲 劇情 變成黑歷史 還是什麼呢 替傳說 再添上一筆的傳說 他遊戲都沒有人畫的時候 不會被人扔爛 大家要明白 我們一直強調的真之中間事件 其實魚波那一盆火 是現在還未燒完的 所以那些人現在就說 哇馬祥你這麼有勇氣 這套來動畫化 你究竟是想 究竟是官方想洗白 還是 沒有啊 我就是要爆多倫 你看到動畫中有馬祥的名字 即是他應該有份 那你很難想到 有其他事情發生的 這個故事老實說 他裡面的一些內容 我會完完之後再分析 遊戲裡面究竟那些問題 在於什麼 但是這套作品 老實說 我真的推薦 你真的喜歡看奇幻戰鬥的作品 我覺得不妨一看 雖然某些人 有可能會驚嚇到你 我也不肯定那些劇情會不會出現 但是 CASIC來說 他不是一套那麼差的作品 我看剛才我覺得是很正常 很傳統風格 肯定不會有近年大點大費的變 我這樣說 就是因為他正常 所以他突然反常 才能讓你覺得 這套東西是驚喜 其實大家看動畫 尤其是現在 這麼多動畫 大家都是想看驚喜 例如 《魔法少女小元》的第三集 大家都是想看驚喜 有些人看熱鬧 那些擺爛而已 其實沒什麼意思 其實這套東西 我不多說 因為多說就是劇透 就不會影響了大家的情緒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被劇透 就是跟我剛才所說 自己上Google 我們這套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